那从今天来看 王富景步行街的客人明显的有增多 那我们从中午开餐一直到现在的话 大概在120个客人 那叫上周来讲的话 就是这周大概提升的是在40% 今天的今年客流呢 是有一个大幅度提升的 然后已经现在目前得有大概600人左右了 比如说上周的时候 我们也就50几个人 60几个人的顾客 现在已经有10倍的一个顾客 心情当然都是很激动的 因为我们店也是必店了一周 然后本周末以后 就是开始已经回复一个正常的 就是工作呀生活呀 就是看到这种状态 还是就是非常开心的吧 所有人都已经步入了一个正轨的一个状态 疫情开始之后 这应该是第一次 这有一两个月了吧 突然间怎么觉得人这么多了 然后地下那个停车厂 刚才都差点找不到位置 对孩子们也都很兴奋 今天听说能开车出来 就很兴奋 感谢你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